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下达了命令 要求军方对最近五年以来 中美军机、军舰相遇的事件 进行全面的回顾和评估 重点是要回顾两国军机和军舰相遇时候的细节 尤其是近距离相遇的时候 出现的所谓不安全不专业的情况 评估的目的是要准确地把握中方的行为模式和变化规律 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军事意图 目前美国军方的内部评估还在进行当中 对美国军方高层的决策会产生什么影响 美军在台湾海峡和中国南海地区的挑衅行动 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 都值得中方予以密切的关注 美国在研究中国军事行为的模式 中国当然也要研究美方的行为方式 极其可能的变化 这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米利将军下达评估的命令之后 美国媒体就此进一步向他提出来询问 他以书面的方式答复说 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在增强 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行动更加大胆 所以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管理好彼此的竞争可以减少战略风险 这个回答是一种四平八稳的原则性的表态 但是我们从中也能够窥测到 米利对中美之间 可能会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是很担忧的 所谓减少战略风险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这说明对于美国军机频繁抵禁中国进行侦查 对于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和南海地区进行的频繁的挑衅 中国军方所采取的针锋相对的反应措施 已经让美国军方高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担心 甚至是畏惧 这就是米利要求全面评估中美军事相遇的起因 但是美军的这些挑衅行动 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具体体现 受制于美国最高政治层面的决策 如果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改变 政治层面不是这种挑衅行为的危险性 那么中美在海上和空中发生不测事件的可能性 就不可能排除 因此个人认为 米利将军是需要下令军方评估的 不应该指于技术层面 不应该只是研究两军相遇时候的具体的细节 而应该评估美国军机和军舰 不断前来骚扰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 美军是否还有必要 不可否认全球科技大国的武器装备 科技手段都离不开计算能力 而数学则是计算能力的基础 许多孩子找不到数学的学习技巧 家长百般无奈和倍感焦虑 在这里推荐孩子学习 这就是数学 这套科教读物内容包括运算 数字 思维 统计 综合实践等十大板块的知识 从数字到统计 内容覆盖中小学知识体系 知识技能和思维引导 让孩子爱上数学 让孩子知道数学原来可以这样学 这就是数学以漫画图解 数学游戏 思维导图而闻名 在由著名数学教授亲手编著 专为5-12岁的孩子学好数学 而量身打造 全书分为三册 浓缩小学的知识点精华 让孩子学习数学乐在其中 不再枯燥乏味 学好数学不是专家就是人才 别让孩子输在计算能力 欢迎家长点击下方链接购买 以这种危险的方式来挑衅中国 米利将军说 要全面评估过去5年的情况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5年以来 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和自由飞行 达到了什么效果 美国唆使盟友一起来骚扰 在军事上达到了什么目的 在战略上又达到了什么目的呢 以下就是基本的事实 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和领海 依然是中国的岛礁和领海 中国的军事实力 反而因为受到美国的威勒 而且变得一年比一年强大 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 坚不可摧 中国民众对美国霸权行径 和敌视中国的政策越来越反感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协作关系 也变得越来越紧密 而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担心中美军事对抗 将破坏本地区的稳定 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 这就是过去5年以来 美国军事挑衅行动所带来的效果 因此美国军方的技术性的评估 无论是什么结果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米利将军说要减少战略风险 说得很对 但是技术性的评估减少不了战略风险 只有当拜登政府放弃危险的对华战略 这种战略风险才有可能真正的减少 甚至可以完全避免 还可以这么说 美国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 派军舰派军机到中国领土领海附近 频繁地进行挑衅 这是弱者的行为方式 使游击队骚扰正规军的方式